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卡的學民大佬 那麼今天要來抽我的一抽大進化 那如果說大家要抽這個一抽大進化的話 可以在底下的留言區找到這個網址的連結 那要記得要登錄的時候要有自己的 UID 以及活動驗證碼 活動驗證碼的話,可以在遊戲裡面的郵箱找到 好,那這一次總共有兩個最主要的獎賞 第一個,你可以從這些卡片裡面隨機獲得一張卡 那裡面包含有過往的黑金以及全新新年黑金 好,那再來是一抽大進化也會在額外獲得魔法時最多一百顆的獎勵喔 好,那接著我們就為大家帶來這個怎麼抽的一個教學 OK,那這邊我們就直接順利的進入到這個一抽大進化了 好,那接著的話我們就直接來開抽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直接確認抽獎 抽獎,有嗎?有沒有機會? 中!黑金! 喔,非常棒,等一下這個我前幾天不是還選過嗎?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我的一抽入痕的結果啦 呃,還有得到五顆魔法時耶 還不錯還不錯 不過大家記得喔 如果說你在網站上面看到自己想要的卡片 先點選那個卡片再按確定喔 沒有按確定的話就沒有得到這張卡片囉 那我自己可能選這張吧,引得來 好,那這樣你就可以正式的獲得你所選的卡片啦 那並且如果說你已經選好卡片 你就可以進行一抽加碼送好友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就可以有這個邀請碼喔 大家就可以直接跟別人去交易 你可以收到對方的卡片 你可以把自己的卡片送給別人 那麼接著要來回答大家一抽大進化常遇到的問題 那上一部我們已經全卡詞分析過了 所以還沒有去看的可以去看一下全卡詞的分析 不過呢,這其中有一些沒有打新等數的卡片 那偏偏大家都抽到這些卡片喔 就跑來問我說,欸到底要先選哪一個?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依照這個畫面中還算是實用的 跟大家做一個推薦 那麼剛剛我看到蠻多人都有拿到這個尹德萊喔 那尹德萊在我們剛才表格中已經有兩顆星的使用程度 所以拿到這張馬上選他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不過呢,有蠻多人也有中這個卡西爾或者是魚果 不知道糾結要選哪一個 其實就看你有哪一個好用的隊長吧 如果你有神創的話就可以選卡西爾 如果說你有凱撒就可以選魚果 那如果你兩個都有的話,會建議你可以先選卡西爾 因為現在神創是比較強勢的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都打一星,甚至沒打星的功能卡喔 其實你選誰都差不多啦 因為都沒有到很必要 不過如果真的要選的話,我會優先選歐吉里德喔 他放進純機械來講,他可以增加血量 那再來這張卡片雖然說是一個常駐牌珠 但是現在的磨滅並不需要這種常駐盤珠 因為磨滅的話就是講求速刷 雖然他的功能在純模很好用 但是上場機會我認為不會很大 那再來這的話是少數光隊可以直接解回復顛倒的 不過缺點就在於他不能隨時關閉 所以導致這張卡片在普通時候就拿來存增傷而已啦 那這張卡片當隊長可以當個過渡期的龍竹隊長 這張隊員的話則是龍隊少數可以無視拼圖隊的功能卡 那這張算說他看似很有用可以無視竹的地形 那你的隊長要是龍獸妖 第一個龍竹他本身顯量就夠多了 所以不太需要這個無視竹的地形 獸隊也是一樣喔 那唯一的妖精打擊也是內建無視竹的地形 所以這個主動技能在現在看起來就是有點小尷尬 所以沒有蹲這張卡片正常來講我真的沒有帶他出場過幾次 好那再來剩下的也比較值得挑的是這張 這張可以一消我覺得還不錯 那這張有固定的版面基本上就贏蠻多的 甚至他可以放進神創裡面幫神創刷刷新護盾 所以還算是有用的一個功能卡 那再來是爪忘弄的部分 則是光隊少數的解鎖 其實也是值得選的 那奎內瑟他主要可以增傷 不過他最尷尬的是他跟凱薩的像性是比較不搭的 因為凱薩他要組五個屬性嘛 那剛好奎內瑟就跟凱薩裝到屬性了 這張卡片主動技能雖然是很好用很屌 但是現在參考機會真的是不大齁 好那再來烏圖這張卡片是你有玩 赤油再選就好了 不然其實真的不用選他 好那這邊只是稍微提到大家可能比較常見的一些卡片 那剩下其實沒有提到的 又沒有打星號的 其實就真的是廢卡了 就真的不一定要選齁 就你選誰都沒差 或個甚至如果你出來的五張全部都有的話 那你可以優先選黑金 因為黑金慢掉的金破會是比較多的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本次 一抽大進化的一些常見QA啦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的影片 不要忘了按下按鈴鐺 以及關鍵小鈴鐺 上次有新的影片就追蹤你 那大家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你到底抽到了哪一張卡片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